过去曾有一支云南反共救国军 在国共内战后期退入缅甸成为孤军 数万人在一国奋战多年自立反攻 后于民国五十年在国际压力下撤军来台 然而在更早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部分人跟着将军甩嫌撤退 并在陈清湖设置了一处阵亡将士纪念碑 但是这些跟我们的长官 我们的长辈都有源远的关系 都有认识我们第一代 好多都是跟这一代 从这个共同的生活过 共同的生存过 在低敏兵区他们出生入死 团结奋战的这种精神 我们永远万不了 而在清明节前夕国军举办的这场典礼 除了让老人们传承过往历史给后代 也是给目前仅存的第一代军民有个正式场合 能向同伴与前辈致意 代表人马友福也对国家给予的礼遇表示感谢 为了追思感恩 所以我们就引领了后代的儿孙 还有我们第一代的代表 因为没有多少了 他们跟这些都有很有阴影的关系 我们就带到他们 我们的后生子弟就常扶到他们 也是扶到他们来到这个林前 我们是觉得非常的安慰 我也相信我们的祖星晚年也会告慰 我们是有几英雄 我们是有几英雄 典礼的最后作为第一代老兵的代表 马友福也亲自在纪念碑前致辞 并高声歌唱游击队歌曲 场面树木又令人动容 当年我们在反共救国军的时候 在敏定那个时候 在那里唱的游击队的歌 游击队的歌曲 一方面鼓舞士气 一方面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家乡 清明时节贝思青 对于当时在异乡共同作战 艰苦生活的老兵与亲眷们 彼此都是情人 即便因为生死有命而分隔 但当时的情谊将伴随这段历史 继续流传 记者邱玉婷 鸟松区报导